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宣言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妥善处理南海问题,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真正有效平台,对于增进各方互线,管控海上分歧,维护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 黄西连指出,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落实宣言机制下,积极开展物学合作,并取得显著成果,中方启动了外交高官运线平台,在广东站将举行了中国东盟国家首次带规模海上联合搜救世传演练。 2017年,领导人会议发表了《未来十年南海海岸和海洋环保宣言》,2017-2027年,在前不久长沙高官会上,各方还并行举行了海洋环境保护和航行安全两个技术编会,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相关领域 部门代表《未绕相关议题》进行了热烈讨论,2018年下半年,中国、泰国、印尼等还将举办相关合作项目,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充分尊重中国与东盟国家征定意愿,支持双方推进对话合作,管控分歧的积极努力,并为这一进程发挥电视性作用,而不是相反。 黄西连说,中国南海新闻网注意到,2017年,经过几轮磋商,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了南海行为者的框架,年底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宣布正式启动者的磋商,2018年3月初,各方在越南衙庄,举行了落实宣言,第23次联合工作组会议,正式启动者的安稳磋商,并进未来磋商模式, 陆镜的进行讨论,6月25日至27日,各方在湖南长沙举行了,落实宣言第15次高官,会和第24次联合工作组会,就准则下部磋商,达成一系列积极进展和共识, 未即将于8月初举行的中国大东盟外战会营造了良好氛围,中国南海新闻网聊天,更多南海问题专业资讯与权威阶读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